OK 现在是 你看得到有一个录音的吗? 看不见 那可能是只有我这儿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访谈了 首先就是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访谈 真的 好的 谢谢 谢谢你们了 好 这是我们现在的两位学生 然后这位是妮娜 你好 这位是贵森 你好 贵森 所以他们现在都是在学高级中文 好的 我还没到 我自己还没到高级中文了 你到了啦 你到啦 你学中文学了这么久了 这位就是Rosh老师 我之前已经跟他们稍微介绍了 所以您要不要自己也给他们介绍一下您自己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问问题了 好的 我很久以前开始学中文了 大学的时候也是 以后就是自己学 还没有机会住在中国 我常常去中国出差 工作 但是没有机会住在那边 或者台湾也 所以我觉得我学得太满 但我自己的专业是 我自己的专业是 语言学 也是软件 在一起啦 所以 那当然对中国中文特别感兴趣 就是我 我觉得 我自己最重要的决定是 开始学中文了 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学 没有真的原因 觉得好玩 这个时候也不太有用 因为跟现在不一样 就是外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是特别少 但是我觉得没关系 所以是 以后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 觉得太有意思啦 学的那么多 以后这样继续学 很好 谢谢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问问题 你们有什么别的问题想问Rush老师 好 第一个是妮娜的 对 好 那妮娜你就问你的问题吧 好 所以 你要大声 请问一下您是怎么创造这个APP的 然后为什么您会想做这个APP 很有意思 所以我差不多25年前开始学中文 就是每个方法都认识了 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学的那么慢 为什么那么长时间还有那么多次还听不懂 还有那么多情况我去中国 有时候我觉得大部分都听得懂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突然听不懂 我觉得为什么啦 以后我 我想一想可能我学的办法不是最好的 为什么这个效率那么低 我考虑一下第一个问题是 比如说我喜欢看小说 觉得很感兴趣 但是特别满 特别满看 特别满读 特别满读 就是一个 一本书最少是需要一年 我觉得这么慢呢 我也发现我不是一个人这样的 我也有好朋友住在中国 他们也有这个问题了 大部分的话都可以说 但是读书也觉得比较难 但是读书也觉得比较难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 我觉得我读得那么慢 是因为我不知道哪一个 太多次我不太听书 他们的名字的意思了 所以我觉得肯定有一个方法是好一些 肯定是可以有一个APP 容易一些 所以开始做这个APP是 帮忙我自己的 我觉得学得太慢 我想学得更快 然后我现在不是一个人 我还有一个朋友 有几个中国朋友 几个是在澳大利亚 几个是在北京 我们在一起做这个APP 所以是这样开始 我开始创造这个APP是 哪个事情是最重要 最可以帮忙 我对软件 但不是最感兴趣 最感兴趣是怎么学得更快 所以有这个原因 所以我做这个APP 每一次我做一个新的事情 我觉得是必须有的 如果我觉得现在不是最重要的 那我不做 我就是晚一些做 好啊 好啊 然后 您认为 学习 自己 不好意思 您认为 学习 自我学习最好的 方法是什么 嗯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我没有 还有几个方法回答 我觉得有一个事情 是很重要是 上课之前 需要 需要自己 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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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 以后 我觉得 上课的时候 大部分 是百分之九 是可以听得懂 所以 那种 不会浪费时间 如果 我觉得 以前我上课的时候 可能是 有好多学生 或者 是一堆堆 一个 一个 我自己也有 只有我自己的学生 只有一个老师 也是 如果我不准备了 我以前没读过 我觉得 也太浪费时间 因为 老师 不会每个 不同的词 介绍一下 所以 这个最重要的事情 是上课之前 第二个 就是 常常用 不是必须 每次很长时间 不是必须一个小时 但是 常常十分钟 就够了 但是 是必须每一天 如果是 信息 可能是 每个信息 六天最少了 十分钟就可以了 如果你可以 你们开始 十分钟以后 继续得多一些 就是 以后 就是这么学 是 如果有新的文章 就慢慢 读一读 每个你们普通的词 要放这个 就是 红色的那种 就是 可以看一看 就是 这个 这个词的 意思是什么 慢慢看 不要太快了 以后 你们觉得 你们的这个意思 很熟悉 那 你可以继续了 这不是浪费时间 我觉得 我自己学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 是我 我读得太快 我觉得 这个词 我差不多 听得懂 以后 继续了 不是最好的办法 我觉得最好是 慢慢看一看 这种词 就是 这里是什么意思 那其他意思 也是什么 这样是更好 我觉得 嗯 好啊 谢谢 然后我第三个问题是 全中国 是不是只有简体字 有没有繁体字 哈哈 你们最喜欢是那个 就是 你们是在那 你们是去台湾吗 对 你要跟若雪老师 说一下 你的背景 所以我其实 我是一半台湾人 所以我 很长大的 我在台湾住了十年 所以 一开始学习中文 就是 学繁体字 对 然后去上小学的时候 就是去 学繁体字 然后这样学了六年 所以 到大学的时候 才开始 真的有看简体字 所以 现在有这样子练习 两个都看 因为两个都蛮重要的 对 对 就是 对 现在还没有 翻题字 但是快来 就是九月份的 九月份的时候 我们有Android 也有翻题字 哦 真的有错 对 我也要就是一个 一个 feature 就是从 天地词到 翻题字 翻题字到 天地词都可以换了 因为是比较简单的事情 对于 我自己觉得 不是最简单的 我自己觉得 不是最简单的 谢谢 谢谢 好 所以 我们 第四个问题是 有没有 不好意思 有没有 比较难的 内容 你的意思是 比较难一些的 文章吗 对啊 现在慢慢 慢慢 下这种 比较难的 文章 这几个月 可能 可能说 有好 慢慢多一多 现在 如果你们 有 你们觉得 有 有意思的文章 比如说 你们 看我的 这个 Tesla公司的 文章 我可以放在这里 以后你们可以学习的 我特别感兴趣 你们感兴趣 是什么事 就是 生意的事情 但是如果是 文化的 也可以 啦 我都 我 我自己 都喜欢 所以 没关系 对 好 谢谢 然后 最后一个问题 我是问说 您 希望 汉语学者 如何最好 利用你的 APP 我觉得 以前的问题 有点 有关系 一点 就是 利用 第一步 是开始读 以后 放 普通的词 是 FLAG FLAG 怎么说 我不知道 给它一个标签 标签 标签 以后 就是 用Quiz 自己看一看 哪个词 可以用 可以记得 以后 回去 这个文章 以后 开始 听一听 我觉得 读一个文章的 动 不是读 是可以 听得懂 但是 有 中国人说话 的时间 比较快一些 那么快 可以听得懂 不是容易的事情 以后 也可以有一个很容易的方法 自己高声 读一读 比如说 你们学了这个文章之后 你们还可以回去的文章 一次读一读 高声 读一读 这种比较简单一些 比较简单一些 这种你不要 我自己也有一个问题 学生 我 开始学的文章 一个 两个月之后 我忘记了 所以觉得 没有用 有什么用了 但是 如果有这个 APP 你们可以 回去 原来 学的文章 快快 读一读 十分钟 就够了 因为 学新的文章 是需要 第一个小时 但是 原来学的文章 十分钟就够了 你们 夏天的时候 准备去中国吗 或者 大陆 或者台湾吗 我已经 差不多六年 没有回台湾了 真的吗 对 我两次并一年 爸妈都把我 搬过 我们三个人 就搬过来 然后 在这边上高中 然后大学 就去 我还没有去 但是 我可能 我可能要去 台湾 上海 北京 但是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 去中国 台湾 嗯 我觉得 你去过之后 就有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 那边 是 太好玩了 没错 没错 很不一样的文化 对 台湾 都很不一样 台湾 我自己的一次 去 学中文 是去台湾 一个月 但是马上去 以后去大陆 那个时候 台湾人 不能去大陆 大陆的人 也不能去台湾 哦 现在都没有关系了 知道 知道 现在很方便 对 现在都很方便 对 然后 他们现在就是 比较担心的是 怎么 就是不上课的时候 怎么保持 他们的中文水平 对 所以我们就是 很希望可以利用这个APP 对 然后 他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先找文章 对 所以等一下 我们要先看一下 他们找的文章 然后 可能再给你发个信 对 你们去咖啡馆的时候 就是 等咖啡的时候 开这个APP 这样 两分钟 两分钟 比零分钟 好多了 对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 没错 好 那我想我们的面谈 就到这 然后 真的非常感谢你充时间 好 谢谢你们了 谢谢 拜拜 拜拜 再见 拜拜 很好 很好 我们来看一下